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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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到节目时间了 我们今集节目还未完 我们今次还要做足时间 你现在看的也不是下个星期那一集 也是今个星期的这一集 没错 刚才我们就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收到 博士讲的那些logic 我之前不是见到 不是美国资商局 是ISM 他刚刚5月份做了企业调查 那些公司的大佬 出来说他们预计今年的资本开支 只是增长1% 去年12月那时候谈计 是有11.9%的增长 那就是缩了 就是缩了 因为资本的capx是 normal的 扣除3%的通胀 就是缩了2% 是啊 跟着他们都是说 因为利率这么高 他们要考虑的因素太多 不知道生意能不能回来 所以其实计算不了 如果真的这样 可能也会引发博士所说的问题 会出来了 所以我们的台都是打算 剪了capx 剪了很久 剪了人工 今年1月开始剪了 人工不是capx accounting item不同 剪了 我们剪了节目 capx是剪了你前面的 那些机和麦克 那些叫capx 是啊 这些我们全部借回来的 那些嘉宾 家人家不用的那些 全部放在来 先用 我们首先要剪了节目 节目是我们的capx 剪了节目 接着再开同一个节目 就跟嘉宾说 减薪 嗯 你知不知道你很好了 博士 只有你一个人工加就位置 是啊 不是我们这个台 整条街只有你有人工加 真的啊 听说整个中环 对啊 周街都加工 不要玩了 是吗 不是这条街 那条是周街 不知道你在哪里 那条街 好 找找香港地图 有没有这条街叫周街 周街 当然有 哈哈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这里 说港股呢 我这星期见过 我和博士的朋友 聊了一段时间 之前在英国吃了个早餐 回来和他聊天 他说最近他见了很多大陆客人 就想了一个理解出来 都能解释到我们来到港股的情况 大家就不要整天好笑 我们几集前说 着眼于那些鬼佬的钱 那些浪分会不会来 其实他们真的见到很多内地的人 由于在内地投资没有出路 你买房地产就死了 你买股票没什么赚 接着你连现在两厘几的特长期 国债的老百姓都涌进去 那一走出来的钱 有五十万门槛的 都倾向过来我们这边 港股通南下坐着这些X股 坐着一些特高式的中特股 他说解释了为什么今年以来 昨天行资公司说了 三千二百多亿的钱 就在上面下来这裏 就买港股 他说这个趋势暂时不会停 因为他找不到其他更好的选择 就是这些朋友 你就少跟他吃早餐 为什麽 起码听到这些第一日 很多年前都是这样的 现在是 因为你见到那些政策出招之后 有些结构性的想法的变化 他知道了原来 原来你的钱 真是拿民间的钱之后 你重新分配出去 然后你打算给两厘几的 那些老百姓都是没得带的 那变成了他们就走了 你这个说法呢 就像一时比一时的 而他就在说他的客人 那他的客人都是 有钱客 不是有钱没钱 不是那样的划分 而是都是一些贵民 那些贵民呢 看到那个市场 1456789那样上来 就肯定是这样说的 但是你炒到如果 1922000 21234呢 那他是调转做的 到时是收税的 摘起来他一样已经走 对了 这个都对了 这班 即逢是大陆人炒东西都是这样的 红红去他就怕死去乘书走走 如果你想下来他才是第一个走 真的大陆钱 你刚才说的 他做的那些是雷文 真正的大陆钱 一定是走到新加坡的 哦 你怎么会下来香港呢 他说得出这句 那大陆也没有运行 香港也是大陆的一部分 所以现在不是说 50万元 真正的大陆钱 应该是主席的钱 我们不要说这些东西 博士 你不要尽量今天不摆到那篇东西那里说 掩住吧 掩住 不要让他说 哪一篇东西 人家那些有多少财产 我们不在乎的 OK 剪剪剪剪剪 黄标 其实很多人问 因为问新加坡那些豪宅 哦 究竟升了多少 那他又不说 哦 他又不说 嗯 那应该是升了不少 哪些人买呢 当然不是新加坡人买 也不是香港人买 也不是外国人买 也不是外国人买 你看看新加坡的Bitcoin公司 哇 但不是真的个个都有 你讲个Tier的人 走多就走到新加坡 不是个个都有去到那里去走到新加坡 我们唐嘉诚 我们未来的港交所主席 他搞那个流动性 什么委员会 明白明白明白 那当然不是那些 那些师奶阿嬸何生何太那些钱 那些钱 那别人说 那当然是说 去了新加坡那些 找回来 找回来 傻了 什么傻 去了回来 这地方香港够吸引就行了 哪里 今天没有找过哪里 我派你出去做推销员 你推销香港有什么吸引力的地方 我都猜 你真是衰 你真是 你再上不回185 就是回来 怎么办 昨天整条街的人都说 玩完了 其实我刚刚想起 我都是觉得博士帅 整天 几多只脚 几多只脚 没讲过几个头 没有 哈哈 你可否转回来 你上去三万个头 我就说几多个头 是啊 你能够培养一下你的魔 就是说几多个头 那你一天两万楼下 我怎样说头 你的镜头还是拍摄膝头对下 哈哈 那是他的小腿 博士有说头 他两万楼下 那些都是头 你说几个 你经常都说几个脚 试几个体 那你上去拍了肚子 那怎样说头 哎 你别骂他 网民衰 网民不对 整天问博士几个脚 大家不够乐观啊 这个反映了民族的心态 那你说比特币就说他头 说行指怎么说头 他比特币的头都摔了下来 但都还在脚颗 现在十万都没有了 人家跌下来都在脚颗 镜头摔一摔 那一天又看到头 我们真的有排练 你想想想 你说股子不会说头是说脚 你日股就有说头 不停说头 四万个头给了你了 然后又下来 那别人都看到头下来 在脚颗 就是证明你那个人的眼颈 心态对于这个地方 是乐观悲观 就反映了你的言论和问题 我是乐观的 我不是想叫各事都乐观 多说破几个头 什么时候到头 不要经常脚脚脚脚脚 一问就问 那你如果港股要讲头 那你的日股要讲脚 都是那块钱而已 摘来摘去而已 踢来踢去而已 两个膝头在撞 都好 都好 那你肯不肯看探日股 我又觉得日股 无端端为什么要看探他 什么无端端 那我又觉得无端端港股 为什么要看到他 哈哈 哈哈 不是 大家正能量 多说多一点 你自己都在说沽 你又怪人家不够正能量 我想沽好些的监 你这行不最实际 正能量去的營股 不是没有正能量 我想沽高一点 我都不明白你 日日日又说要看强 日股又说要看升 我不知道你这个商团的方向可以走多久 走多久 我今天都没解释到给我听 你说服不了我啊 你觉得这个地球很多东西要解释的吗 不是 是的 我什么都问为什么 就是如果有人做了很长的分析 说出你的财产有多少 你会不会解释 你都不需要解释的 你都不会解释的 我都想知道的 这个世界为什么要解释这么多 欧洲议会 马克龙又说提前大选 又说不用提前大选 又缩心转头 那为什么呢 有什么需要解释呢 有时候要思考一下 不然就不用做了 没什么思考 大家思考 最喜欢想的东西是冯同学冯智政 他有多少个思考 哈啰 冯同学 是的 不要想那么多 我去冯同学经常思考很多问题 有时候我透过他的思考和他的行为 得出了投资的方向 所以我很崇拜他 多谢冯同学 你看着他本来得出投资方向 哈哈哈哈 你干什么 什么是 冯同学越思考我们越多财劳 是啊 冯同学想多些东西 还是投资方的 不是投资方 是的 投资方 我觉得和他的人物性格特征很不匹配 就是他那种投资的行为 是的 其实越是过分思考的人就越不适合 我也是 我不是适合适合的人 我承认我 过分思考的人就坐在那里说话 是 那些什么正读班 坐在那里说了一整个小时 是啊 不是啊 他都很拼的 所以我觉得他不像那些 他不是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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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做什么 他拼不拼不要紧 你意思是 是不是盘子很大 他有米也不要紧 大大盘子都可以的 不过不要做一些很投机性的事情 就是快上快落 短炒 他不是的 鬥快的那些 不要玩那些 但是下半年真的 你不是短炒 你真的不要走进去的市场 唉 你下半年太乱了 下半年 从欧洲开始乱了 因为你欧洲上升了这么多 以及提前反映很多 欧洲又开始乱了 你就给一些正能量 你一起去欧洲 欧洲乱而已 英国脱了欧 下星期直击一下 即是你说 英国不是欧洲 我说欧盟 你说欧盟 所以你去英国没问题 英国没问题 英国对着看着你 你发觉你怎么死 你没有去法国 我不会去法国 你没有被我发现 你去法国 你真的要回家 你去找 你左胶 你左得多久 阿林勒庞 阿勒庞多厉害 阿勒庞的名字才够法国名 阿勒庞的名字 你看你冯德来欧的多厉害 你真是 你真是 全球左胶反思期 下半年 人家冯德来 不是 左右两边 中间偏右 再想一想 你不要一直走 越来越左 几班越来越左 一见难民就说要收 一见环保就要握手 但不是 我见他的选举结果 其实他的政治是左了 经济偏右 但政治走到左边 是啊 这是也是 这次其实左派出来 有些台 有些台 经常找我说 究竟这次选举之后 欧洲是否站在共产党 这几天 两边故事都有人说 这几天 其实那个选举是欧洲议会的 议会那些下面那些人 全部都是议员 议员做什么呢 就是说一些世界大同 那些你想听的东西 他不会有政治考虑 最后动摇不到任何方向 不关事的 所有政策 你都会想想隔离伦社 议员是不会的 他什么都说 要做 对呀 要做的飞上火星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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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你做的事都要做的 你选举的议会出来 又是中国的资源去打水 对不对 就是你说 中国的资源一定打 你怎样选都要打 不关议会的事 打那十多二十个 三十个 其实真的没什么用 沒有美國那麼激進 不是,我分析了 收回錢平衡一下財赤 你不打到55萬元就沒什麼用 他快來了,我想半年後會一直拉上去 我分析了 又是那些右派嗎? 不是右派,是右太 右派和左派,不是右太和左太 因為之前已經很多 右派就買在英國大部分大陸出的左派 在歐洲很多左派 是啊,因為之前已經很多 尤其是給阿迪的車已經是水貨過去 加關稅加6-70% 這樣呢? 這樣可以數到幾一架 那你現在只加了十幾個百分 加起來本來是十個百分 現在是二十多個百分 那你蓋不到運費 即是你運過去都要十幾個百分 是的,那他的博士就是說 如果你加我70%關稅的 我這些關稅前已經入定去 放了不知哪裡收買的那些車 那我就賺很多了 你又知道真的有車要過去收買 當然多了 你又看到 你看到給阿迪的數目 你對上兩個月給阿迪 你給阿迪出口多少去了哪裡? 他只是在船上沒有下船 總之是圍住在那裡 英國很多給阿迪的巴士 那巴士不同 但是市場不同 我們說的是那些私家車 混能那些 混什麼能? 是給阿迪做電動車的 初初有有混能的 沒有嗎? 有嗎? 現在就運回了 阿John,你先帶這個人出去一會 我不行 我肯定是喜歡在那裡做啾啾 所以很多中國的出口商就知道要加 所以你十幾 之前的運費怎麼升這麼厲害 每個人都是運車 關什麼運車事 當然是關 你知不知道 你不懂得看 他走了過去 駁他加關稅 然後那些車就拿出來 現在只是給阿迪加十幾%關稅 他連運費都不夠給 那結論呢? 那結論你這批貨清掉 我就大力再加你半年後 那時候又加得厲害 加硬 你說的半年後 先記住 年底四 因為他走五個月 七月 五個月 即是大概半年 阿迪多開心 是嗎? 我看到很多人在那裡說 你歐洲沒有中國電動車 怎麼可以 歐洲都看中你中國電動車 然後德國又說兩句 又爆兩句 哎呀都不是這樣的 一早都運進來 你不知道 然後那些大陸的小粉紅 哇 真是上天 等於在芯片 中國沒有芯片 一早都運進來 在俄羅斯那邊進來 即是說到自己的電動車 沒有了你不行 我想遲些過半年再加一次 是嗎? 你再加他 他又有他的機會 大家鬥 繼續走私 繼續走 還有很多電動車 還有很多電動車 現在泊在中國的碼頭等上船 熬到走私是最厲害的 那些不是走私 那些是平衡出口 好的 他這次還不錯 他這次還不錯 不反你 他說一些共詞 匪語 他就跟你說匪語 平衡出口 不是走私 沒錯 我是博咀隊隊長 開個尖語錄 有新名 博咀隊隊長 喂 好啊 明天日本央行 什麼都沒有動 很緊張 不會 什麼先 說什麼不動 你說不會什麼先 你一下就說不會 我說會 會開會 你說不會 很緊張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呀 我怎麼說 你駁嘴隊 你找個 找個 找個 我等你 說清楚 我想沒有什麼動 有什麼動 沒有什麼動 放慢買債 放慢買債 你說利率當然不動 但如果明天突然間減息 我真的沒有 日本減息 不會 不是 隔食 對不起 是啊 搞得我混亂死 很熱 你說那麼多話 你怎麼說 我用不動 想哭 日圓都是這些 只是看美金而已 日圓都是這些 有什麼動 156 157 你看美金跌得多少 對 抽上去很快 不會 一六零 我告訴你 明天看日本央行 交給你 很累 很累 你怎麼搞錯 喂 最後三分鐘 你發揮一下 快點 我駁嘴駁得很累 真的 可能 短期說 不多動 別說不多動 最近的事情都很悶 對於我說的 日圓不會去160 今年是很有信心的 沒有信心 不是 你看他的樣子 就知道他沒有變 但是他現在應該要 但是你在這些 15 158那些位置 推上去 推上去 其實160 總會去一去 你看 他看著圖也看著我 很搞笑 一樣 我的神情很凝重 看著我的側面 哈哈 原來我說 那我就說 一六零 這樣 好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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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160 這樣 去到160才算 真的 大家是不是很緊張 前陣子有人在討論 為什麼我們不說 車廠造假 那些 其實有什麼好說 車廠造假 什麼 日本幾大車廠 測試造假 很多年了 測試造假 當然這次規模大 幾萬架幾萬架 收回 那些人 經濟師就要計 對日本GDP影響很大 因為車佔製造業 比例很重 那些 那是怎樣 很快搞定 很快搞定 都會有這些問題 對 你車這些都是 市場市場市場都很優勢 波音都是造假 買飛機 那不過呢 是網台不造假 網台都很多造假 是嗎 誰造假 怎樣造假 看人家那些 難道我是AI robot 我不是說過 十幾年前試過 Honda那部車在美國撞了 百人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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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四口死了 這樣呢 Honda的老闆 要飛去美國聽證會那裏做聽證 哭了 那又沒事 那一架車 現在說好幾萬架 如果那幾萬架車廠 最大的五間車廠 之後那些全部的供應鏈斷裂 說到 可以的放心 OK的 其實不是的 他那些測試造假 不撞車是沒有的 是啊 是啊 出事才有事 出事才有事 是啊 所以我回應 為何有些網友留言 為何我們不說 其實沒有這樣的 沒有這樣的 假對我們來說 不是什麼特別的 哈哈 是啊 那你在這個地方 真的 是啊 那你又不應該這樣說 什麼都假的 是啊 真真假假 我打算掃一堆淘寶貨回來 現在大陸很流行拍片 買淘寶貨 嘗嘗堅淘寶貨 我覺得有得做 真的好笑 我覺得沒得做 你先試一下三五超市 我覺得沒得做 不是我已經買了幾個 試來試去都是假的 比你試到堅 才奇怪 不是他很有趣的 即是他的廣告 或者是他的大貨 都說到怎樣怎樣 但你實際買回來之後 發覺自己完全不對勁的 好正常 我有幾個 真的 我覺得很值得拍的 是嗎 人家拍了很久的 不是我一個新的 你媽的唱歌 不是啊 那個水喉 我買了一個水喉 貼進去的 那他可以 上上噴 就是這樣 為什麼要上上噴 你為什麼要水喉上噴 洗頭 譬如你擦牙 你狼口這樣用的 向上噴 但是呢 你做了之後 他會向上噴的骨筋 他的管是會動的 他自己會動 噴上到處都是 哈哈 我真的想拍 我很好笑 你現在買了嗎 我買了三十幾元而已 是嗎 你這麼想拍 心水報 你拍那段片 可能被人黃標 你這樣子 又向上又向下 他有很多角度 你可以擺 但是他沒有計算 他的設計不錯 中國其實多了現在這些 很家用的設計 很可以的 但是他的物料 可能 還有引擎做得不好 因為他開了水喉 他就會自己動 對 他沒有計算到水壓 那些會不會動到 我不知道他不計 哈哈 他走到那裡 整個地都濕了 走了出去 所以這些做假的事情 我們不覺得是什麼新聞 我們可以的 沒有東西很反駁 智者上了檔 你不是智者 真的想不到 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動 自己 哈哈 他的腿比較閒 其實這件事給了很多廠家 他現在想了很多 很人性化的設計 你真的很少淘寶 我經常想去看他生命的發明 很多東西很無聊 但是挺搞笑的 真的 真的 有空去淘寶 這集我忘記了Apple 我本來打算歌頌Apple 我已經賺了Apple 厲害 之後要不斷升 我告訴你真的厲害 厲害 大家去看他的開發會 不要看那些文章 是沒用的 真的看他的開發會 你就知道他可以做到什麼 假的事 我也建議 高度建議大家 真的去看黃仁芬 在台灣 那個長達兩個小時的發佈會 每個人只看他簽名 那些真是無聊 我真的看了兩小時 我覺得他令到我的腦袋有少少震盪 然後我一邊看 我一邊 我一邊 怎麼說 我打爛震 看得 因為說到那個 糟了 真的會出現 但他真的說到整件事出來 他是 Out of the box of the box 簡直打開了我的腦袋 沒什麼有空去看看 對 大家可以去看看 通常 以前講的 現在都未見到 我想說我一邊看蘋果 那個 我就預視到阿博士 第一天應該多了很多時間 可以睡覺 AI了 你只要跟電腦講一些東西 你所有東西都精神出來 你只要可能fact check一下 究竟他是不是 你心目中那些東西 是呀 蘋果iPhone16 十六打後出來之後 沒有這些節目 還有我很想阿博士到時 計算他考了出來的pure math 因為他現在到時 整個比例 他一等於 他會幫你計算一堆東西出來 我很想知道 究竟他是不是只能計算 去到他那些深的地步 博士那些不是計算的 是呀 他那些0加0 什麼等於1 1加1等於0 那些 聽完都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 OpenAI 大家等吧 好像今年出了 好厲害 你真的很厲害 是 我這部電話是支持不到 所以有機會真是引發到一個換機潮 要呀 Apple的AI值得期待 是 他將AI真的做到一個商業化給你看 是 我覺得很有趣 好 那就差不多了 好 AI博士可以下班 說再見 博士 拜拜 拜拜 免責聲明 各個事 我會提供 您的資訊 為不保證 絕對無誤 資訊如有錯漏 而令各下蒙受損失 不論公司是否與侵權行為 訂立契約或其他方面有關 本公司蓋不負責 同时,Record Finance所提供之投资分析技巧与建议 只可作为参考之用 并不构成要约、招揽、邀请、有史 任何不伦种类或形式之身术 或订立任何建议及推荐 读者无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 自行作出投资决定 如因相关建议招致损失 课与Record Finance主持、嘉宾、编辑及记者无关 同时,Record Finance所有节目或资讯 相关内容属作者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Record Finance立场